大家好,这一次游戏废人 天2M的OLED改版延后到6月10号 这次是改版前的最后一次临时维护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更新内容 首先当然就是OLED改版事前预约 记得这种事前预约是不管是新旧玩家都要去预约 因为它给你一组序号 它给你那个序号以后在改版后你就可以去领宝物 那墓烟宝物就是官方上面讲的这些 有职业胡金各11抽 然后有充耳环箱子 有金币灵魂弹 这些基本上就是加减一拿 那最重要是它有多一个英海萨的家户30天 那等于就是直接送你一个包月就对 那再来就是两个活动盗局 那这两个活动盗 反正就都是一些免费的小虚宝 那就是加减一拿就好 那记得就是在6月9号之前的话 先去官网那边预约 然后它就可以拿到序号 那再来就是这次的更新内容的部分的话 首先是上个礼拜就继续的活动 那记得这个收藏品至少 可以全完成但是最好 因为毕竟它虽然有时间限制 但到6月30号 也就是说到欧瑞改版以后 至少你有还有20天的时间 你可以拥有这个PVE命中加二 因为它是PVE 所以对你打怪会很有帮助 然后还有加防御这些的 这些都是PVE 再加上技能障碍抵抗 虽然说加的不多 可是至少这个东西并没有到非常非常难 至少相比天堂M来说 它这个冲装已经算是很佛了 但当然如果你要考虑一定只要完成一个的话 一定就是优先先把永久的这个完成 那你目前测试的话 大概不管是戒指其实法还比较好冲 戒指的问题只是因为卷轴比较贵一点 但是如果要拿到加5戒指跟那个加7斗篷的话 加5戒指比加7斗篷简单 那加6斗篷的话有一点看连 但是大概都是我自己测试大概是20到30件左右 可以一件加6 那加7的话就稍微看连一下 那至于戒指的话 也是从盟友到一些网路上的人分享 就是大家的那个冲了大概都是几十几十个 目前还没有听到百个 大家可能有啦 可是大概就是稍微捏一下加5是有机会可以上去的 那除了这个收藏品以外 再来就是满月朗 那就是还是继续 反正这也是加渐达的活动 那再来就是这次的技能制作 因为反正大家也都大概已经习惯 游戏都已经开第三个月了 那这个商城制作就是技能输入的部分 那技能输入的话 这次是跟最早的一样是可以自选 但是你自选的内容里面有少 就是有少一本 大概就是上次 上次是有单本跟自选 那这次就是只有上次自选内容 没有单本的 例如说以模组来说 上次优化模组是另外单独做的 那这次就是因为没有单独做的 所以自选里面也没有优化模组 大概就是这样概念 那差别是在于这次第一个 它多了传说制作 但是传说制作一次是要1920个 很贵 大概就是你赌一次传说需要的是 红色十倍 就是十倍以上的成长之一 那再来就是这次会大成功 不管是那个紫色还是红色 那你只要大成功的话 就可以自选可以交易的书 所以运气好的话 可能可以有一些 你是觉得红色到市面上流通 但是也不用设计也不用设想会有多少 因为毕竟会做这个的 大部分都是自己有缺书 那你会有那个流到市面上 一定是他不想多做成功 或者是他刚好大成功 那我们十个是一个伺服器里面 你十个了不起 就三个大成功就已经算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不要去设想说靠这个 可以有多少输到市面上流通 那再来就是他这次的组合箱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他这次的组合箱也有在里面放了 行者信物 这个是之前曾经有在做 就是游戏刚开 应该是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他有一个临时周末礼包 疯狂礼包 他里面有放了 就是继承者的证明 这三个收集品非常非常强 几乎是必收的三个收集品 那因为之前那次没买到的 可能玩家就永远就少这几个能力 所以他就是等于是复刻放出来 也就是你之前已经有收藏过的玩家 就不需要再把这 就是等于是四个 因为他其实只要四个就可以买了 所以等于是四个全买 那他这次因为其实是有 总共卖八包 所以你只是要收藏的话 你只需要买其中四包 就可以全部收藏 那之前已经收藏过的玩家 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这一次还是有 开放可以制作 就是算是制作的东西 我觉得就揉揉的啦 那就是大概 至少你四个可以换一个红色的湖精或者是职业 要不然就是你两个去做副本的充能使 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安塔还蛮好打包的 所以安塔时候也算涨价蛮多 那对于一些可能科长来说 他可能反而会选择就是充能使不一定可以去选湖精或者是职业 那至于成长药水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人去选的 冲的人有可能会选 但是通常能够冲在前面的玩家 其实基本上不吃这个也可以等级比较高就对 而且他只有10%而已 反正就看成自己选择选择 那这一次的1500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比上个礼拜的2000稍微划算一点 我个人因为第一个当然是先者之意一样 那你买这个你多少是为了先者之意 你买这1500的15个在你需要先者之意的情况下 然后3000成果的已经买完了 其实你买的一个还是会比1200然后11个还要划算很多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话 他虽然说少了六个但是便宜 就是宴上个礼拜是11抽两个嘛 那这次他少了六个 但是上个礼拜是11抽两个再加上六个另外一个 就是胡金或者是职业的 但是基本上来说 只是少那六个可是便宜了500赚 而且重点是这次高级捷径想看又给你两箱 这一点也比上个礼拜的箱子好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这1500是可以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那再来的话这边就是其他大概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情况 反正开到材料啊然后其他的制作 那基本上都还是跟之前的一模模一样一样 好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加倍团结之力 好副本金币加倍 那个金币加倍然后金盐加倍就这样 好跳过 那再来All-ray 新年碎片 这个是副本会就是在克塔还有安塔会掉落一些 等于是给你交换用的材料 就这样而已 对说真的没什么 就是一样的打碎片的活动 那基本上必换的一样是万用零药 那再来的话就是每天换恩宠 这两个是必备的 然后如果你有多的话可以再去换职业 抽职业 那我自己个人的话 因为要换一定是优先把每天可以换职的换 那因为这三个就是成长药水 圣物还有职业这三个我都是会换 也就是说变成我每天至少就是33个先换掉 那是然后有多的这样存去换这些必备 那这些就是换期间限定的 那期间限定的这个里面优先换的 对我来说当然就是零药 那再来的话我会换神域之书 那再来的话就是生命之石 因为生命之石这个箱子它是随机获得一种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想你应该都是开到一般的 那一般生命之石其实还蛮容易拿到的 而且这样它又是给你活动的 所以它可能有时间限制 所以这个我可能会再看看就不会急的话 那既旦之道我基本上没有再打了 那克塔的话因为对高等玩家来说 其实克塔今天有一点少啦 所以现在再加上它钓宝 我个人认为跟安塔几率有满明显的落差 那再来最后就是这个啊 每天送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那因为它每天送的东西里面 就是刚刚说的欧瑞新颜碎片 有五天又送 那这五天其实每天都送三十个的情况下 你再加上克塔跟安塔有打 其实每日一天花需要三十三个都可以换完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说 你每天都乖乖打的话 其实这个每日每天一次的换完 一定还会有神可以去换其他的 那这要换什么就再看大家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TNM的改版内容 其实说穿了毕竟大改版之前 活动也没有什么 真的官方在推的也就应该是技能数制作 那因为其实相比 它每个月四周轮一次的制作来说 第一周武器第二周技能第三周 第三周是防具 第四周是视频 那其实里面最值得做的都是技能 当然对于科长来说 反而因为技能他们应该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反而可能就不会那么贫 但是毕竟以目前野外来看的话 红色东西掉落最少的 机率比较低的都还是技能 那就是看如果有缺的话 就我自己个人是上次 连时报的经验有一点惨痛 所以还在犹豫中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改版内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也请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